烟雾又来了 身处这种环境里 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都可能将漂浮的颗粒 病毒 细菌 打起颗粒物 有害气体带进体内 虽然肺炎上排列的细小鲜毛 能将一些污染物细菌清扫出去 但如长时间处于空气污染环境中 即使再坚强的肺 也会受不了 在所有器官中 肺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差 可以说是最容易受委屈的一个器官 身处烟雾环境 那该怎么办 办法就是 烟雾天气尽量少出门 必须出去的话 最好戴上口罩 如果经常身处烟雾环境 一定要多喝水 这样可以加速肝脏 排出体内有害物质 或做好防范措施 补充卵磷脂 每当天气干燥 烟尘密布的时候 我们肺部的卵磷脂含量 只相当于平时的七分之一 肺泡为体内摄取氧气的细胞 肺泡湿润 吸入的氧气容易溶解 反之则造成机体缺氧 卵磷脂具有很好的清水性 具有补充体内必须脂肪酸 即增加肺泡细胞 分泌保护物质的功效 以作为强化呼吸 改善肺部功能之用 卵磷脂能使肺泡保持湿润 从而提高机体氧气的摄入量 天气干燥 烟尘密布的时候 一般肺泡干燥 摄氧不足 而且运动工作后 更易因缺氧而疲劳 所以应当多补充卵磷脂 卵磷脂就是人体的运输车 将垃圾运出体外 补充大豆卵磷脂的作用 是为了让人体机能更健康 长期服用卵磷脂可以活化脑细胞 增进各脏器的功能 能补充合成神经传导介质的胆碱 卵磷脂的作用 不仅美容去斑有效果 而且摄取卵磷脂 可以促进皮肤细胞新陈代谢 使皮肤细嫩 抵抗异物侵害 辅助激素正常分泌 避免痘痘的产生 还可减少烟尘对肝脏的伤害 烟尘 环境污染 心理压力 抽烟酗酒 长期熬夜等因素 都会导致肝脏严重的伤害 卵磷脂能增强肝脏解毒功能 是肝脏的保护神 卵磷脂是一种天然解毒剂 能分解体内的毒素 通过增加血红素 为肌体皮肤提供充分的水和氧气等营养 使肌体远离烟尘的损害 还可提高视神经的活力 保证了视力不疲劳 眼睛不干涩 吸烟有害健康 人人都知道 卵磷脂滋润肺泡细胞 强化呼吸功能 吸烟的人应该多多地补充卵磷脂 因为吸烟者的肺部卵磷脂的含量 只相当于不吸烟者的七分之一 吸烟的人一般肺泡干燥 摄氧不足 而且运动工作后更易因缺氧而疲劳 所以可借由适量补充卵磷脂 提升肺泡功能与维持健康 根王卵磷脂 有助改善肤质与排泄功能 健脑抑制 缓解记忆力衰退 保护肝脏 适用于要维持血脂 以及用脑过度 便秘 脱发 长期饮酒 中老年者等 根王卵磷脂软胶囊 120加30克 售价新币38美元 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 询问电话 6562-5526 6562-5526